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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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顾佳的人就是七月出生的你 八月桂花 八月出生的你如桂花 情形宜人 淡定从容 相对同龄人 你的心智会更成熟些 你似乎能看透人生 在周围人争名逐利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很独特 尤其是你的气质 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不惜跟风 对生活对时尚都很有自己的看法 在工作中 你是个隐性的女强人 如果没有爱情 你会把99%的精力都投放在工作中 你的能力手腕都很出众 遇到急事难事不慌不忙 总是能淡定的处理好 你很重情 在感情中 情商再高的你 也像个小傻子一样 你喜欢简单纯粹的爱 喜欢被温暖的照顾 但你最讨厌背叛 如果他负了你 这一辈子你都不会原谅他 要是有一个心智成熟度比拼 八月出生的你 分数一定很高 九月菊花 九月出生的你像菊花 品行高洁 知性稳重 你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无论是面对自己 还是对他人 要求都非常高 能把工作都打理得有条不紊 你有颗乐于助人的热心肠 对待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总是不吝啬伸出援手 对你来说 如果自己的行为有污点 就算别人不知道 你也会一个人羞愧很久 在工作中 你是个非常稳重靠谱的人 你的责任心很强 交给你的工作任务 总是能有效完成 你的观察力很密锐 智商很高 喜爱读书 这些都对你的工作有极大益处 在感情里 你也是个理智冷静的人 你不会贪图甜言蜜语 对你来说 能够一起成长的伴侣 才是好伴侣 你的感情非常忠贞 绝不会烂情背叛 因为一旦做了什么肮脏的事 第一关就过不了自己的内心 追求完美的人 非九月出生的你莫属 十月芙蓉花 十月出生的你 就如芙蓉花 早熟多会 人见人爱 你有很强的审美观 是个典型的外贸主义者 同时你也很注重自己对外的表现 每一次露面都要精心准备很久 你为人乐观大方 喜爱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 你比较早熟 情深很高 智商也不差 触世八面玲珑 能和不同的人相处舒服 你更偏爱与人打交道的工作 你很注重细节 能够体察到别人注意不到的点 因此常能打动难成的客户 在感情里 你很懂得体贴伴侣 你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比较高 如果伴侣能和你一起享受生活中的快乐 融入你的朋友圈 你会非常开心 内心里 你更希望找到一个比你成熟 能营运力包容你的人 这家达人这个称号 十月出生的你最合适了 十一月三角梅 十一月出生的你 像三角梅 热情顽强 坚韧执着 你的外表冷艳 内心热情 却又真诚 为人处事 恩怨分明 对待帮过自己的人 你很讲义气 总会竭尽全力报答 对待伤害过自己的人 你也会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你有很强的意志力 哪怕遭遇苦难 你也绝不退缩 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 你会坚持完成 不轻言放弃 也不找任何理由推脱 在工作上 你也很好强 试图做出一番成绩来 遇到困难 你从不会打退堂鼓 总是坚持到最后 你的毅力 有时会让同事们 惊讶和佩服 在感情的世界里 你是个极为专情的人 你的直觉很敏锐 也非常注意爱情里的细节 经常能够被伴侣的细节打动 你有感情洁癖 无法忍受同事爱上两个人 被你爱上的人 会安全感满满 人海茫茫里 最专情的那个人 一定是11月出生的你 12月水星花 12月出生的你 就如水鲜花 温柔多情 内心纯净明亮 你天性乐观 开朗大方 有你在的场合 从来不和冷场 你有一颗柔软的心 对待有求于你的人 总是不忍心拒绝 你总是给大家制造欢乐 但有时你也会感到孤独 你很自信 对人生充满了希望 你也很有主见 对待人事物 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你喜欢追求自己 内心的精神世界 遇到未知的领域 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很高 在工作中 你总是一副 精力充沛的样子 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 与同事合作 你总是最尊重 他人意见的那一个 你乐于分享 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也愿意提携信赖的同事 在公司里 你的人缘非常不错 在感情中 你不喜欢每天 你在一起的班里 你希望 无论再怎么相爱 两个人都要有 彼此的私人空间 你的爱足够纯粹与真实 被你爱上的人是幸运的 因为他总是能收获到 单纯的快乐与幸福 典型的乐观派 就是12月出生的你 后半年出生的你是什么花呢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